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刺激祖籍 这是马来西亚冰州政府在2019年推出的奖励计划 鼓励校园在软硬体方面来落实环保 包括要使用雨水回收、太阳能照明、校园绿化等等 软体方面则是讲求学生的环保素养 在槟城的刺激幼儿园开办已经有23年的时间 环保教育就是从平常的生活做起 最关键的就是推动蔬食 孩子们会邀请自己的好朋友 甚至是兄弟姐妹一起来书书看 你要跟我讲什么? 跟这个哥哥讲什么? 你可以吃书吗? 就是慈激幼儿园的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 因为他们时常都会灌输孩子动物是有生命的 我相信孩子听多了 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生命的可贵不要去伤害他们 我觉得我做对了一件事情是让我不后悔的 就是让我的孩子吃书 然后他们心就有慈悲 我觉得这样东西跟着他们 那个是一辈子的事情 而再来看到是李鸿琦五岁的时候 他就自己制作了一本吃素电话书 他靠着打电话来邀请大家书食 这本子上有着密密麻麻的姓名以及电话号码 其中不乏事故事搏都是他劝素的对象 冰城幼儿园从2010年开始就设计教案 这是一个蔬果星球的游戏 如果想要登上蔬果星球的太空人都要舒适 所以小朋友不只是自己参加 还会回家一起带动父母 让家人一起能够登上蔬果星球 所以他们过后就结算说 我这一个月里面我一共吃素了多少天 所以这一张是他们的 这一张是他们的爸爸妈妈的 爷爷奶奶的 如果他们一个人平均是31天 每一天都吃满的话就93餐 93餐的话 他们就可以救一只猪 8只鸡和38条鱼 他妈要煮肉给我吃 我不要吃 为什么你要吃素 因为人家动物找不到的爸爸妈妈 动物会哭 全部都肉在我肚子里 我们家吃了餐 我们才可以 我们天井心肝 我们才可以做派空人 尤其是前几年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 摘戒如素的呼声更是向彻云霄 上人呼吁书时是一份光明功德 可以汇聚善念 祈求平安 戒杀慈哉 这样的声音不断地开阔 也许会有影响到人形 往觉悟的方面的觉醒 多一个觉醒 多一分的明亮功德 所以不要让他分岸一直分岸下去 那迷甲一次迷下去 现在看到 也开始知道 花心力愿 为这一波 虔诚 辞载 祝福 采取行动 马来西亚冰城幼儿园在2022年以及2023年 整个年度都表现优良 连续获得了绿色幼儿园的肯定 相信这一份殊荣是属于这一群孩子的 因为他们已经用最好的行动做了最好的环保实践